铁路一直是中华民族强国梦的一个基础 自打着喷着蒸汽的铁老大进入到中国的那一刻 就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命运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一百多年前的金章铁路的设计施工 那么再到一百年后 今天中国高铁的走向世界 我们看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铁路司机张爷爷那里 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资料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彻底留了 确认信号 手提眼看 高声呼唤 这有几个点能到家啊 四小时 啥 十小时啊 你火车开反了吧 四小时 四十个小时啊 我跟你俩说 这么一刻不够了 四小时啊 129次司机 前方有积雪 请紧急停车 紧急停车 司机明白 司机明白 哎 这又没点了 我看呢 这年三十的饺子 谁又吃不上了 还年三十呢 大年初一脚 能吃上就不错了 哎 你说这前面这积雪 啥时候能清干净啊 我看呢 咱还是等初一早上回家 再吃饺子吧 我媳妇给我留了俩大猪蹄子 还说给我抓抓财呢 哎呦 哎你瞅他那个财迷样啊 别吃后蹄啊 把财都刨没了 哎你别瞎说啊 129次司机 129次司机 前方路线恢复正常 可以正常运行 司机明白 司机明白 准备发车 好 彻底留望 夜人信航 手提衍车 高声无关 当时的蒸汽火车的时速啊 只有四十公里 只要遇到一点的极端天气 就会停运 晚点啊 更是家常便饭 而我们铁路司机的生活更是艰苦 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中国终于用我们的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替代掉了原始的蒸汽机车 我们的时速啊提高到了一百二十公里 条件变好了 环境变好了 能源节约了 人力也节约了 老王 我先走了啊 咱看不到次懒 那看从不饿 张大师了 到 李正 背诵安全口号 彻底留望 确认信号 手比眼看 高声呼唤 媳妇 原来是你啊 我以为领导简单工作呢 咋的 我不是你领导啊 哎呀 你是 在咱们家你绝对是这个 媳妇啊 这大过年的 咱俩赶快回家吃饺子吧 这么冷 等等 等咱俩走着到家呀 饺子都凉了 我给你带点热乎饺子 来 趁热吃 来 拿着 孩子媳妇的贴心 看你那吃相 慢点 近日新世纪以来 中国的铁路事业迅猛 发展 高铁的横空出世 让我们的铁路的时速 瞬间达到了三百公里以上 诗词中 千里将临一日还的畅响 今天在我们中国现实的陆地上 终于实现了 过年了 哎呀 这个点是谁给我打电话 是我妈 哎 妈呀 儿子给你拜个早年 过年好 咋的了儿子 听你这意思 今年过年赶不上回家吃年夜饭了 那哪能呢 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开的是啥 哎 对了 今年你跟我爸过年就别包饺子了 这孩子 过年不包饺子 吃啥呀 不是 你儿子开的不是高铁吗 开高铁的过年也得吃饺子呀 妈 你跟我把话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说我开高铁回来能赶上给你和我爸包饺子吃 哎呀 这到点了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准备准备 哎 先别挂 走之前给妈背一遍安全口号 好 彻底瞭望 确认信号 手比眼看 等我吃饭 啥 最后一句是啥 妈 妈跟你开个玩笑 高声呼唤 注意安全 等你吃饭 从蒸汽机到内燃机 从电力机车到我们的高铁 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见证着中国梦的实现 变化的是速度与环境 而不变的是激情与初心 我叫张树铭 今年82岁 1953年参加工作 累计工作时间10万小时 行车600万公里 我叫张光伟 今年50岁 1985年参加工作 累计工作时间5万小时 安全行车700万公里 我叫郑海涛 今年34岁 2004年参加工作 累计行车时间只有2万小时 但已经安全行车800万公里 不管铁路如何发展 火车如何提速 作为铁路人 唯一不忘的就是安全 永远不变的 16个字 彻底留望 确认信号 手比眼看 高声不患 敬礼 谢谢你 谢谢大家